今天航班比较长 检定证一张张的收 及时罢工进入第二天了 工会收取检定证的地方 还是有好多机师 一下飞机就赶着过来 统计到早上就收取了 380张的检定证 半夜飞五六个小时 都不能休息的情况下 就是说实在 我们都必须要想办法 征住就比如说 吃口香糖喝咖啡方式 当结束十多个小时的飞行 红着眼睛就来到这边 用行动力挺的 还有曾经参加过罢工的 空腹员 一机同命大家都很辛苦 假如说我们是在开车的话 你觉得累 可能还可以停在旁边 可是飞机遇到紧急状况 我可以停在旁边吗 没有办法 罢工没有期限 但有没有可能提前结束呢 下午三点在交通部 工会跟华航就要协商 早上九点半 机师工会也举办了 理监事会议 就是要对协商进行 沙盘推演 工会紧罗密鼓备战 另一头的华航也没松懈 我好像只听证文看的话 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话呢 都是周边的花季新闻 对花季新闻呢 我大概不做任何的表情 对于外界执意 何暖轩用于句话带过 但是带不过的是旅客的怒火 罢工我认为 这个机师有点不道德 趁人之危 因为预计九号这一天 受影响的航班 就高达了二十三班 更有法人估计 如果罢工三天 华航将会损失超过两亿元 不过华航认为 预估数据失真 罢工能不能提早结束呢 就看下午劳资协商的结果了 记者林中正 王志文 吴清颖SNG小组 台北桃源采访报道